影最爱华文飞她莫属。好莱坞女星取中文名裴春华。 高压行动预告。影片华影,2011804.16。 凭电影控制爆红的女星罗沙蒙派克,近年戏约不断,让她成为好莱坞强手女星。 事实上,她私下也是最爱华文的女星,更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裴春华,拉近和华人粉丝的距离。 罗沙蒙派克私下很哈中文,是对中华文化有极度热忱的女星。 先前她到中国出席上海电影节,参加电影控制的首映时,用繁体中文签下裴春华这三个笔块复杂的字。 原来她为自己取了中文名,并解释取名的缘由,裴,的拼音和我英文姓式的首字母相同。 讲起来会让我觉得是真实的我,纯,自是因为我爱好游泳,因此想要用水字旁的字,可以代表住我,华,正如我的英文名字,Rosman,意味着玫瑰的世界,和中文华丽与高贵的寓意不谋而合。 最近罗莎蒙派克也在新片高压行动展现多面演技,他是养大使馆派出的中情局探员山蒂克·劳德,与乔汉姆试演的前外交官,一同出马与绑匪进行谈判,试图救出被不明中东组织绑架而受困的中情局探员同僚,不过营救行动却在以色列军事大佬, 美国政客、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部长和腐败官僚间的权力拉扯中,更显复杂与混乱。 罗莎蒙派克表示会接演此片,全是同驻导演布莱德·安德森以及相当沉默完美的剧本,他也谈到和导演第一次视讯通话时就很了得来,当时导演说,我希望这部片会像危险年代一样。 他当下立刻说,我演了。因为那部片是他最爱的电影之一。